蔡英文总统的复选列车启动了 必须讲今天 他一个上午就赶了两场 在北台湾的选举场子 我们看到他跑到新北 去帮赖品渝站台 他在台上这么讲的 他说没有错啊 我们执政党 我们民党国会过半 可是没有一党独大 也没有专制滥权的问题 他反驳再也说 你是民主独裁 好啦 我们看到他到台北市士林 这个地方为吴思耀站台 你看吴思耀还抱着狗狗上台 然后风吹乱了蔡总统的头发 吴思耀还非常体贴的 帮蔡总统把头发给剥回来 然后呢 这个蔡总统也毫不掩饰的说 哎呀 我现在已经是退休的心情了啦 我看得出来 他心情大好耶 看看我们的新闻片段 动算口号韩德桑 已经没有连任压力的总统 辅选行程 真心话 我没有再选第三任啦 哇 每年五月二十号就毕业了 所以现在的心情是有一点要毕业的心情啦 总统开心要交棒 不过三角都选情 民进党没本钱乐观 毕竟蓝军归队 多分民调都显示 赖销跟侯康 差距不大 这票总统当然还是得催下去 瞧瞧总统跑完台北场 还有新北戏指摇杆场 因为这两位宣亲目前都是五五波 在赖青德北悬雾行程的这一天 总统站在母纪一上午连跑双倍 两行程就判有同样效果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吴思瑶抱着毛小孩上台 看起来一派轻松啊 蔡总统也说 我现在已经是个退休的心情 难不成民进党现在真的 整个觉得自己胜村在握了吗 大佬 我觉得总统看到自己的人选情比较紧张 他不得不下来 但是他下来到底有没有帮忙 我很怀疑 因为他到处去讲的都是一些空洞的东西 讲到吴思瑶抱着毛小孩上台 我觉得此时此刻是一个败笔 因为这个观众会认为 你真的是太悠闲了 我是介意赵老大 以后你有机会跟蕭美琴对 比如说互相辩论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避开内政 就是说你的强项 蕭美琴的弱项 你不要去问他 让他6分 让他6% 就只问中美台的关系 还有你在多年在美金华盛顿 你的看法 还有当美国人想要对台湾怎么样 而显然对台湾不利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声音 我觉得就这方面加强 就攻蕭美琴的强项 显示出来蕭美琴的弱点 我觉得这个才好 因为外界会认为蕭美琴 在这个地方是得分的 可是你要把他这个地方给公布 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蕭美琴相对是单薄 而且偏执在一个层面的候选人 是 来 请教亮哥 不过这一区还是国民党自己分裂的问题 来赢啊 来赢啊 因为张诗刚刚说他有做过一对一的民调 那他是赢的 可是目前就是你知道吗 侯岸廷有五党级参选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有时候需要最后 可是现在都登记了就比较麻烦 因为比如说刘许廷对正宇棚那一区 这个村长就委屈求全就退选了 韩国瑜出来协调嘛 其实对村长是很不公平 他已经两次了 上一次说你太年轻 这一次说你太老了 好可怜 那一区如果刘许廷跟 郑立鹏一对一针对刘许廷有机会赢 国民党现在有好几个区都是这样 比如说那个黄国书那一区 那个罗廷伟跟江兆国也非常激烈 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还有桃园那个议长女儿那一区 对赵正宇那个也很激烈 所以怪不得民进党会紧张 可是蔡总统看起来很轻松 因为她不知道 因为她不是党主席 OK 好 韦翰 因为总统跟立委有牵动 但是整个局还是不太一样 党中央的民调他不一定会看 对 但其一就可能 第一也不是他的局 不是他的锅 反正他也就做到明年520 但第二个就是说 民进党至少在 就是目前这个阶段 他们对于总统胜选还是有信心的 所以至少总统胜选 国会过不过半就看七席 刚亮哥点到几个重点 你看像吴思瑶这一区 民进党并没有觉得 尤其他又是泛兰两咖都 泛兰就两个了 可是这个桃园一选区 郑运鹏这个他们就觉得危险 他们有评估 所以掉七席可能就没有 赖萍营也算是 所以这是立委的部分 那我补充一下刚刚前段我们在讲 那个两亿的事情 我觉得就柯文哲主席 他必须要审慎或是慎重的面对 他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总统参选人 那他在登记参选之后的 第一个专访行程 里面一个小时的节目 当然还谈很多话题 可是媒体露出的 谈的就是这个两亿 你看他的说法 跟今天陈志涵讲的不一样 他说是美国阿拉斯加的国会议员助理 到民众党中央去游说 叫柯文哲准备好 因为罗森伯格马上就要打电话 告诉他这件事情 后面又兜了一个当副手 一亿美金不要 再加到两亿 这么多 但是今天陈志涵的说法说 罗森伯格要打电话 叫柯文哲当副手 这个事情是国民党传过来的 那你等等 所以那个美国阿拉斯加 国会议员的助理是国民党 说法兜不上了 第二个 按照柯主席的说法 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助理 是有到民众党中央去游说的 有见面的 大佬想要去国民党中 中常会演讲 已经说两年了 也没了 那么容易就是 你让一个人来到民众党中央 你现在告诉我们 谁让那个美国国会议员助理 不管他是不是诈骗 谁让他到党中央来讲这件事情的 所以其实我就说 你把这个话题讲出来了 然后你又提到了 2亿美金这样的天下 所以到底是骗局 是乌龙 是钱客 不就是两件事 是 他把混在一起讲 他讲骗子是讲那个钱的部分 罗森伯格那个 他没有说是假的 他说罗森伯格打电话这个事情 后来他后半段有解释说 问AIT确定没有 用卡托射也知道没有 罗森伯格怎么可能戒选 美国AIT怎么可能戒选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那个部分是骗子 就是你今天 你自己的agenda setting 你自己要让大家看到什么议题 如果你让大家一直扯到这个议题 对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帮助 是 要很谨慎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讲这个话是失言 你说他现在已经是退休心情 很抱歉 你的任期是到明年520 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还有半年的时间 你已经讲说我要退休了 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过去7年多 有没有很多人经济 比2016年更差 绝对有 你退休你有退休奉 你优偶无虞 但是那一些经济比你差的人 你怎么面对 第二 到520 我们一般的寿星阶级就好了 5点半下班 你4点半就跟我讲说 我已经在等放假了 这样子听在一般民众的心里怎么想 所以说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还有在讲说没有一党多大的问题 没错 哥巴气肤 头发最多 海山最爱和平 你敢讲我们真的还不敢听 所以真的不要以为说 现在就可以四处趴趴走 这样子民众只会越来越烦 来 委员 我想刚刚讲到蔡总统 她的名言就是说2024后没她的事情 果然现在还没认计还没结束 过去已经准备 就是说好像要交棒给她的 这个赖清德跟萧美琴 她说这一组是最好的 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 我想民调跟现在大家 看待的这个经济议题也好 民生议题也好 都是你7年半造成的 所以政党轮替才是说 6成的人在期待的问题 你还不面对真实的民意 我觉得实在是愧违总统 我觉得蔡英文应该是从 2020年5月20之后 就已经开始在准备退休了吧 因为这三年多 她几乎是身居减出 那就是退休人士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民调好奇怪 就像我的对手王世坚 他才一提名 他在电视上专访就说 我这个年纪了 我这次当选4年 我就准备退休了 为什么这些人选举选完 就告诉大家说 我做完我就要退休了 然后之后的事都不关我的事 如果用这种心态来执政 难怪他们都不在乎 现在台湾面临的所有问题 因为干我什么事 我要退休了 是干你们什么事 所以如果我们选了政治人物 他的心态就是 你们的事你们自己担 我已经要退休 我要走了 那我们真的就要好好想想 我们这一票所投出来的人 是我们自己要去担这些问题 我觉得马前总统有特别提到 他的这个若文案不是若文案 有没有可能也会影响到 赖清德的损失 还好啦 就性质恒性不性 所以打蔡英文其实没有用 对不对沈大佬 我觉得 打那个博士论文案没有用 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已经老了